红极一时的日本AV女星突然横尸家中 这个原本美艳明朗的女孩 被发现时早已去世长达一周 悲惨而又孤单 所有人都为之感到惋惜 而当所有的流言蜚语一一散去后 我们才从她的人生经历中 看到了那令人十分悲哀的真相 2008年的平安夜 是东京涉骨一位女士永远不愿回忆的夜晚 那晚她终于无法忍受邻居家传来的恶臭味 一边疯狂地敲着邻居的门 一边大声责骂 可始终没有得到屋内住户的回应 早在几天之前 她就多次闻到邻居家 有股类似腐臭的恶心味道 再加上今晚的毫无回应 她心里闪过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于是便连忙抱了紧 警察到场后 随即破门而入 屋内的景象 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恶心 甚至有几个人已经吐了出来 只见屋内的地板上 躺着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 由于屋内一直开着供暖器 气温高达20度以上 这更加加快了气体的扩散速度 破门瞬间 屋内尸体的腐烂味迅速散开 让前来办案的警察 几乎快要窒息过去了 到场的警察 忍着强烈的不适走近 这才看清这具女尸的真实面貌 她正是日本当红的AV巨星 泛倒爱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他们并没有发现 外人闯入的痕迹 泛倒爱的尸体 也没有外伤 以及搏斗的痕迹 而让人震惊的是 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一周了 而这一年 她不过36岁 以往在人们印象中的泛倒爱 被称为日本第一代AV女優 甚至是日本传奇巨星 她出过唱片 演过电视剧 俨然一个妥妥的人生赢家 然而此刻 她却惨死在家中 一个礼拜后 尸体才被发现 孤苦伶仃 身边尽无一人 大家都惋惜于 一代巨星的突然陨落 但同时 又对她的自杀原因 浮想连篇 有人说 泛倒爱私生活太过混乱 导致精神错乱 最后自杀 也有人说 她因患上艾滋病 无法接受 所以才自杀 然而 当谣言散去 人们才从她曾经写下的自传中 发现了她那悲惨 而又可怜的遭遇 泛倒爱 所写下的这本自传 名叫柏拉图是性爱 这本书里记录的泛倒爱 正是最真实的她自己 这里面的她 不再活泼热辣 而是一个渴望被爱 却一再被利用 终身痛苦的女孩 泛倒爱 1972年出生于东京都 江东区归户 她长相清纯 笑起来又甜美 本该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可惜却造化弄人 一生坎坷 13岁前 泛倒爱生活的全部 都是父亲的毒打 和母亲的讥讽 在日本有一个名词 叫做僵尸爸爸 僵尸爸爸对待家庭 观念非常互化 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隔离 对待妻子和子女 都非常疏离 更多的时候 会用严厉的态度 维持家中的关系 最糟糕的僵尸爸爸 会以暴力管理家庭事务 经常殴打妻子 甚至对孩子 实施打骂教育 泛倒爱的父亲 就是一位典型的僵尸爸爸 他对泛倒爱非常苛刻 平日里不仅强迫他 阅读各种不感兴趣的书籍 用响亮的声音念书 甚至要求他把书籍重抄一遍 而泛倒爱从小最害怕听到的 就是父亲用目尺 轻轻拍打手的声音 因为伴随着这个声音的 是父亲在他抄写书籍时 站在他身后 用最严厉的声音 施加的沉重压力 他总对泛倒爱说 你的被驼了 注意力不够 只要他稍微不符合标准 就会迎来父亲的殴打 在这样的压迫之下 如何不激怒监视的父亲 成了泛倒爱童年生活 最深的思考 如果说 父亲给予泛倒爱的痛苦 是来自身体 那么母亲给予他的痛苦 则是来自心理 在一个家庭中 僵尸爸爸 通常会搭配一个教育妈妈 教育妈妈 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将自己的人生 全部投射到子女身上 无微不至地照顾子女 将子女当作 自己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 二是 他们会实行非常严苛的教育 成为僵化教育制度的帮凶 对子女24小时 实行教育轰炸 泛倒爱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永远的贬低与打压 为了培养泛倒爱成为精英 母亲不仅在家 无时无刻叮嘱她学习 甚至给她报了无数的补习班 据泛倒爱回忆 从有记忆起 她的生活除了睡觉和吃饭 几乎每分每秒 都在上不同的补习班 学习是她唯一的生活 母亲的严苛 犯来的是泛倒爱名列前茅的成绩 但即便她的成绩 已经爬在年纪很前的位子 母亲仍然不满意 她要的是第一名 泛倒爱的家庭 在外人看来是完美家庭 父亲是十分体面的生意人 母亲则是人人称线的少奶奶 而泛倒爱则是成绩优异 长相漂亮的乖乖女 然而这样窒息的成长环境 对泛倒爱来说 却如同一个地狱 上午初中后 泛倒爱开始有了反抗意识 她想要像其他女生一样 下了课能去吃喝玩乐 放松心情 于是 她开始假借学校补习的名义 瞒着父母开始跟同学们下了课去玩乐 其中 迪斯科就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 八十年代的日本 舞厅娱乐业非常繁华 管理也极其松散 导致了大部分中学生 成为迪斯科的主要消费人群之一 泛倒爱与初恋公腾 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公腾比泛倒爱大一岁 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 公腾帅气的外表和成熟的个性 深深吸引住了泛倒爱 然而 这场初恋 却将泛倒爱的生活 彻底推向了失控 与公腾相恋后 泛倒爱结识了更多暴走族 也就是所谓的小混混 这帮暴走族 多数跟泛倒爱同病相连 或是跟父母关系破裂 或是父母离以无人看管 或是父母双亡 被亲戚们当皮球踢来踢去 而他们的相同之处 就是仇恨自己的原生家庭 从这之后 泛倒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疯狂 他彻底不去上学 并且开始夜不归宿 他的这些行为 严重地激怒了他的父亲 于是每次泛倒爱回家 只要碰上父亲 就必然会迎来一顿疯狂的毒打 以及连续几天的软禁 然而父母对他的控制越强 泛倒爱就越是反抗 他总是趁着父母熟睡后 从房间窗户爬出去 偷摸着离家出走 在自由的社会生活里 年幼的泛倒爱 接触的是违禁品 卖春 等各种充满诱惑的不良行为 伦理和道德成为了泡影 他唯一的生活标准就是享乐 带着这种错误的观念 泛倒爱跟着暴走族们 成为了盗窃 诈骗团伙 为了获得玩乐费用 他们经常在迪斯科 舞厅 甚至是便利店 做出违法行为 后来 泛倒爱与父母的见面 多数是在警局 每次被抓回家 泛倒爱都会面临 父亲一次比一次 更加严重的毒打 而母亲每次看到泛倒爱 被打到奄奄一息 都只是怯懦地站在旁边 默默哭泣 终于 泛倒爱在父亲一次疯狂的殴打中 想到了死 她意识到 如果自己无法摆脱父亲 就会死在她的殴打之下 于是 泛倒爱在一个深夜里 趁着父母熟睡后 带着早就准备好的行李 偷偷离家出走了 她终于逃脱了这个 对她宛如地狱一般的家 但没想到的是 她却步入了更加恐怖的沼泽 离开了家 泛倒爱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初恋龚腾 龚腾父母可怜她的遭遇 便同意了泛倒爱居住的要求 这段短暂的居住经历 成了泛倒爱人生中 唯一的快乐时光 龚腾的家庭环境 与泛倒爱家完全不同 父母对她非常溺爱 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在这里 她即便每天彻夜不归 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责骂 跟着龚腾 她开始了丰富的夜生活 还是初中生的他们 就开始每周出入情侣旅馆 而在这段生活中 最让她迷恋的 就是美妙的幸 对幸没有概念的泛倒爱 直接将她与爱等同起来 她认为只要龚腾愿意与她交合 就是深爱她的表现 而爱是她从小就不曾获得的东西 然而这快乐的日子 却在龚腾开始吸食违禁品后 戛然而止 龚腾引发时 对泛倒爱的态度极差 甚至会出手打她 无法接受恋人的转变 泛倒爱开始了 更加疯狂的偷窃行为 她认为 只要自己能给龚腾提供足够的违禁品 曾经疼爱她的龚腾 就会回来 然而不管她怎么努力 都无法填满龚腾的欲望 更加让她绝望的是 龚腾的父母发现了 她吸食违禁品的事情 他们多次劝阻龚腾借饮无果 最后只能强行将她送去了戒毒所 看到前来压戒龚腾的警察 泛倒爱害怕极了 她担心警察发现她离家出走 更担心 她又要回到那个炼狱般的家 她强壮正念地跟警察简单对话后 就匆忙逃离了现场 然而这次逃离迎来的 却是另一个猎人 一处可去的泛倒爱 想到了投靠龚腾的朋友 但龚腾的朋友 又带着她与其他几名男生一起喝酒 谁知 被灌醉的泛倒爱 遭受了几个男生的疯狂侵犯 意识模糊的她 只感觉到有人压在她身上 随后扒下了她的裤子 她想要反抗 不停地垂打对方 然而却没能阻止对方的行为 第二天 泛倒爱去警局报了警 由于几个男生前科累累 报案当天就被逮捕归案 而泛倒爱则被警方送回了 那个她曾经再也不想回去的家 回到家后 迎接她的是父亲更加可怕的殴打 泛倒爱一边哭泣一边怒吼道 自己才是受害者 然而父亲对她却没有丝毫怜悯 她用一架恶狠狠的殴打 泛倒爱伤痕累累的身体 甚至抓着她的头发 将她疯狂地摔打到了柜子上 这一次 泛倒爱的父母彻底放弃了她 他们勒励她离开家 并且宣布跟她断绝亲子关系 他们一边哭诉自己多年的付出 一边怒骂泛倒爱不孝 让他们在世人面前抬不起头 这对残忍的父母 丝毫没有考虑自己女儿经历的事情 和她的感受 在他们眼里 对女儿严厉到变态的管教永远是对的 而泛倒爱的所作所为 让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教育失败的现实 曾经为了深选择离家出手的泛倒爱 如今却只想死 在她短暂的十余年人生里 她得到的只有痛苦 然而 当她站上学校天台 想要一跃而下时 内心的怯懦 却阻止了她再进一步 她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但这种向生的欲望 却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好起来 而是让她落入了另一个深渊 只有16岁的泛倒爱 没有学历和技能傍身 想要找到一份工作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时 她遇上了人生中的第二个男友 金景 金景自称是星探 在街头搭设泛倒爱 想招募她成为模特 而这份所谓的模特工作 实际是指 三月总会里 当卖春的公关小姐 为了活下去 没有选择的泛倒爱 抓住了这仅有的工作机会 凭借年轻甜美的外表 和活泼天真的个性 泛倒爱很快拥有了 一批忠实的客户 而金景 也时常给她买东西 小礼物 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爱意 很快两人便成为了男女朋友 而金景看重的 仅仅是泛倒爱的赚钱能力 她不仅私吞了泛倒爱的薪水 甚至将叶总会 原先计划给泛倒爱的分红 也一并收入了囊中 但面对金景的 虚寒问暖和甜言蜜语 泛倒爱甘愿成为她的赚钱工具 对她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得到爱 90年代的日本 随着AV夜的崛起 叶总会的部分客人 转而投向 其他渠道的玩乐活动 歌舞厅行业 逐渐走向没落 而金景也瞄准时机 趁机怂恿泛倒爱 转行成为AV女优 AV女优属于色情行业的低端 因为这个行业 需要女性赤身裸体面向大众 就连叶总会的公关小姐 也对此嗤之以鼻 可金景却对泛倒爱说尽了好话 500万日元的片酬诱惑着泛倒爱 而当时的泛倒爱 已经欠下几百万欠款 所以面对500万的诱惑 她犹豫许久之后 还是选择了妥协 说起成人礼 每个人的想象里 肯定都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刻 然而泛倒爱的成人礼 却是第一部AV的拍摄日 她永远记得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天 在众多工作人员面前 她被对戏的男演员脱光衣服 麻木地接受着一切 她想要反抗 然而她没有资格 因为到了拍摄现场 她才知道500万是五部AV的片酬 如果拍不满五部 她将要赔偿双倍的违约金 而金锦不仅哄骗她签约 甚至还撕吞了上百万的介绍费 经过这件事情后 泛倒爱彻底对金锦死了心 两人的关系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叛倒爱深知 拍摄AV是一件不齿之事 无法逃脱的她 将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 皮肤也晒成有黑的小麦色 甚至还进行了整容 为的就是不让家里人发现她 泛倒爱的第一部片子 开始发售后 得到了众多好评 在当时清一色 肤白鲜瘦的女优市场里 她小麦色的健康形象 成为了一大卖点 俘获了许多男士的心 而泛倒爱也因此意外走红 1992年 泛倒爱的人生 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苦了一辈子的她 居然被日本深夜节目看中 邀请她成为东京电视台深夜节目 东京情色派的主持人 甚至专门为她开设了一个独立单元 丁字库小爱 在节目上 泛倒爱大胆露出丁字库的表现 引起了众人轰动 后来更是被封为丁字库女王 她成功跳出AV界 成了一名主持人 东京情色派 让泛倒爱大火 人们开始看到 这个曾经深陷AV行业的女孩 摇身一变 成了口齿伶俐的专业主持人 后来她更是被邀请参加了 牧村拓栽主持的 牛郎之王系列节目 2001年 泛倒爱开始涉足影视节 客专了几部电影后 她接到了来自香港的邀请 她被邀参加张卫健主演的 古装神话喜剧 齐天大社孙悟空 在剧中 她饰演性感妩媚的蜘蛛精 而此时 泛倒爱已经29岁 经历了整整29年 任人摆布的生活后 她终于有了机会 能为自己做主 事业逐渐变好的同时 泛倒爱也遇上了 她的第三个男友 敏芝 敏芝是她经常去的 酒吧的铸唱低阶 与之前的两个男友不同 敏芝是一个为人善良正直 并且很有梦想的音乐人 她是真心爱泛倒爱 甚至计划想要跟她结婚 经历多次痛苦恋情的泛倒爱 终于遇上了真爱 她非常保护这段恋情 谎称自己已经结束了 与AV经纪公司的合作 然而她的合同根本没有到期 她还在做着相关的边缘性工作 走红后 虽然她接到了很多工作 但柯柯的经纪公司抽取了大部分佣金 而她当年签下的500万合约 依旧无法还清 敏芝通过朋友了解到 泛倒爱根本没有结束AV女优的工作 愤怒至极的她找来泛倒爱对质 让她别再干这份工作 无奈的泛倒爱称自己也想退出 但是根本无力承担这份天价文约禁 两人相过无言 谁也不知道如何说服对方 敏芝最终选择了离去 她无法接受 自己深爱的女人被全世界围观的事实 更无法接受自己无法帮助对方 摆脱痛苦的窘迫 然而让泛倒爱意想不到的是 敏芝离开后不久 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孩子似乎每天都在提醒着 她不可能得到幸福的事实 最后她选择躺上了手术台 结束了这份痛苦 她明白自己的人生已经足够痛苦 无需再让一个孩子来延续她的灾难 2007年3月3日 泛倒爱因花粉症 背部刺痛 肾功能失调与膀胱炎等健康问题 而谋生退役 3月31日 她对外宣布正式退出日本演艺圈 2008年2月24日 泛倒爱在个人博客上 表示自己感染了幽门罗杆菌 近两个月 还为了对抗精神疾病 再服用抗抑郁的药 2008年12月24日 泛倒爱就被发现 沉湿于东京色谷的家中 而死因为感染肺炎 泛倒爱耗尽一生 亲近所有 都在寻找他人的爱 为了获得一点爱 她不惜放弃自我 沦为他人的工具 最后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了出去 她痛恨父母 甚至巴不得父母死去 但她终生渴望的 却也是父母的爱 求而不得 最终成恨 可惜的是 泛倒爱至死 都不曾解开这个心结 为自己的人生 求得一丝爱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摆为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